传道书第二章 我心里说 来吧 我以喜乐试试你 你好享福 谁知 这也是虚空 我只嬉笑说 这是狂妄 论喜乐说 有何功效呢 我心里查究 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 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 又如何持住愚昧 等我看明世人 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 建造房屋 摘种葡萄园 修造原油 在其中摘种各样果木树 挖造水池 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 我买了仆碑 也有生在家中的仆碑 又有许多牛群 羊群 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 众人所有的 我又为自己继续金银和君王的财宝 并各省的财宝 又得唱歌的男女 和世人所喜爱的物 并许多的飞兵 这样我就日渐昌盛 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 我的智慧仍然存留 凡我眼所求的 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 我心所乐的 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 因我的心 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 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 后来 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 和我所劳碌所成的功 谁知都是虚空 都是不无风 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我转念观看智慧 狂妄和愚昧 在往以后而来的人 还能做什么呢 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 我并看出智慧胜过愚昧 如同光明胜过黑暗 智慧人的眼目光明 愚昧人在黑暗里行 我却看明有一件事 这两等人都必遇见 我就心里说 愚昧人所遇见的 我也必遇见 我为何更有智慧呢 我心里说 这也是虚空 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 永远无人纪念 因为日后都被忘记 可叹智慧人死亡 与愚昧人无异 我所以恨恶生命 因为在日光之下 所行的事 我都以为烦恼 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我恨恶一切的劳碌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 因为我得来的 必留给我以后的人 那人是智慧 是愚昧 谁能知道 他竟要管理 我劳碌所得的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 用智慧所得的 这也是虚空 故此 我转想 我在日光之下 所劳碌的一切工作 心变绝望 因为有人用智慧 知识 灵巧 所劳碌得来的 却要留给 未成劳碌的人为分 这也是虚空 也是大患 人 在日光之下 劳碌泪心 在他一切的劳碌上 得着什么呢 因为他日日忧虑 他的劳苦 成为愁烦 连夜间 心也不安 这也是虚空 人莫强如吃喝 且在劳碌中享福 我看 这也是出于神的手 论到吃用 享福 谁能胜过我呢 神喜悦谁 就给谁智慧 知识和喜乐 唯有罪人 神使他劳苦 叫他将所收据的 所堆积的 归给神 所喜悦的人 这也是虚空 也是不风 我说 是 是 感谢观看